古罗马只是人类联合的一种可能性,西方古代历史,只有罗马帝国实现了短暂的政治统一,也就是将整个地中海世界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 所以,这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也是一个突出的现象。 康英比说,这一现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在它之前,希腊社会被划分为数不清的地方国家,其后的西方基督教社团也分为无数的地方国家。 这一显著现象的出现,也与康英比的一个基本观点有关。 即古代希腊社会和后来的基督教社会,都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整体。 他认为,历史学的,可以自己说出问题的单位或研究范围, 既不是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的人类群体,而是构成社会这个整体的特定群体。 这一观点尤其适用于西方,假设构成西方社会的人类,不是一个自我阐述问题的整体,也没有统一或分裂之类的问题。 此外,康英比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古希腊社会与后来西方社会轻体子体关系中存在文明中心转移的现象。 即后来的新社会,离开旧社会的根据地,旧社会的边缘地区,成为新社会的中心。 根据西方现实的历史进程,这种文明中心或摇篮地的转移,实际上就是由希腊人罗马的地中海文明,向欧洲人的欧洲文明的转变。 这种转变出现之前,或者是在罗马帝国衰落的时候,后来的欧洲文明还没有出现。 这种转变的结果,不仅是欧洲文明的兴起,而且与古希腊社会所不一样,一直延续到后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 然而,正如希腊人一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群体,在这一转变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变化中,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无疑是欧洲人也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整体。 苍烟笔并没有特别强调的是,在古代希腊和后来的欧洲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一大差异在于,希腊人的整体虽然由许多城邦国家组成,但他们都属于希腊人一国。 整个欧洲人不仅是由许多本地民族国家组成,而且也包括许多不同的民族。 换言之,前一个整体是由同一民族的不同国家所组成,后者是由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所组成。 从总体上看,希腊人和犹太人在某些观念上从未发生过的改变。 希腊人和犹太人为西方变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着自己的民族自觉性,并传播了一个传统的定义。 即非希腊人或非犹太人,即使不能说是野蛮人,也一定是外邦人,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人缺少一种共同的观念。 其人与人之间的联益,就是把不同民族的个体,结合成人类整体的理念。 被征服的亚历山大,开始改变这些观点,特别是促使希腊人将人类作为希腊人和野蛮人的观念,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他不仅想要希腊人和波斯人联合起来,更甚至形成这样一种帝国观念。 即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不再有差别,他们都应平等地受一个君主制。 这一帝国概念,不仅开创了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它本身也包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一是不同人类应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二是统一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由一位君主统治。 这类帝国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联合的概念,它是当时的已知世界和世界中的不同民族,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概念。 这一政治联盟,在罗马人征服地中海世界后,已成为现实,各式各样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现在都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成为单一政治共同体。 除原来属于波斯侠地的帕提亚人外,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犹太人,以及西地中海的西班牙人、高卢人,当然还有埃及人和其他各种民族,都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然而,罗马人在建立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帝国时,却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帝国体系,使所有人民都能接受,也没有发展出一种统一的帝国体系。 特别是亚历山大帝国概念中所包含的一种君主专制思想,在罗马帝国中甚至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在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元首制的背后,体现了一种君主立宪制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体现出来,依然保持着罗马共和国的传统,如吉本所称,是以共和制形式的君主制。 从体制上看,元首制并非是习君主制,罗马帝国也一直未能解决皇帝权力的继承和转移问题。 此外,罗斯托夫·采夫认为,罗马皇帝的合法性一直是个难题。 虽然从卡利古拉帝开始,几个皇帝就极力提倡皇帝崇拜。 企图建立一种与元老院无关的,更可靠的皇帝权力。 但罗马元老院在理论和法律上都是皇帝权力的源泉,但这一切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不仅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反对皇帝崇拜,也包括了一些被征服的民族和下层阶级。 这些阶级一开始是以犹太人为主,后来扩展到所有基督徒。 由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理想,或由于缺少一个包含人类联合和君主统治的帝国概念。 罗马帝国在为地中海世界提供一个和平环境的同时,也为各种思想、各种宗教的产生和交流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文化环境。 反之,假设罗马帝国已经形成了最似亚历山大的帝国观念,早已统一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形。 比方说,以前的希腊哲学不仅没有继续发展的机会,甚至无法使基督教成为汤因比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受益者。 希腊哲学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学派,是在罗马人征服地中海世界之前希腊化时期。 从萨拜因的研究来看,这些学派实际上是对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前有关城邦的政治思想进行了重新解释和修订。 他们不再关注城邦和城邦的理想,而是个别个体和这些个体可能组成的整体。 斯多嘎派中,关于世界国家的概念,似乎接受了亚里山大的人质思想,也非常适合罗马人建立世界帝国的需要。 然而,斯多嘎派的世界国家概念并非具有政治意义,而是具有伦理或宗教意义。 因此,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它并非像政治统一的帝国,而是像基督教思想中的上帝国度迈进。 或许可以这样说,从亚里山大的征服到罗马帝国的崛起,人类在地中海世界实现了政治联合的可能性。 但从希腊哲学家到基督教的创始人,再到基督教思想家,都在关注另一种可能性。 早在希腊人和早期教会思想家保罗中,斯多嘎派早就放弃了区分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做法。 他们都主张,并至少要求基督徒并计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别。 并计这些区别,当然意味着人类应该联合起来,但并非政治上的联合,而是精神上的联合。 换言之,不同民族联合成为政治共同体,而非精神共同体,不像斯多嘎派。 保罗已使精神联合,以明显的基督教形式出现,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奴隶或自由人,男女。 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罗马帝国能存在多久,作为不同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它总是缺少一条能将这些民族团结起来的牢固扭带。 相反,兴起于罗马帝国内部的基督教会,由于拥有共同的信仰,可以成为紧密的宗教团体。 或者,就像德雷恩所说,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教会是产生于罗马帝国内的另一个社会,它是一种男女友好的心形集体,它不同于存在各种区别的罗马帝国。 它是一个没有社会,民族背景和宗教背景的男女老少。 假如我们认为基督教起源于罗马帝国,那么应该说,自从亚历山大提出了人类联合的思想之后,西方就有了两种统一的可能性。 这就是罗马帝国自身提供了政治联合的可能性,基督教会为精神上的联合提供了可能,上述两种可能性最早出现于罗马帝国。 但正如帕森斯所强调的,基督教并不是为了满足罗马帝国的需要,而是它从未与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相结合。 事实上,基督教的创立者从一开始就严格区分了两种忠诚和两种权利,他们分别是凯撒的归凯撒和上帝归上帝,这两种可能性即使没有不可调和,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基督教看来,人的本性是双重的,既是物质,也是精神,所以每一个人都属于两个不相同的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另一个是精神世界或灵魂世界。 世俗化的世界可以是统一的帝国,比如罗马帝国。 精神世界则是人类的整体,比任何世俗帝国都大得多,也就是帝国的帝国。 而且,在奥古斯丁看来,任何一个世俗帝国都是短暂的,只有神的国度才会永恒。 二战与世俗事物和宗教事物的区别,本身就属于基督教信仰的组成部分。 奥古斯丁则将这种区分用于解释罗马帝国衰亡问题,不管奥古斯丁解释的准确性与否, 至少他和其他教父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的思想,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兴起的欧洲基督教。 即使在欧洲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之前,在基督教欧洲或汤因比所说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兴起之前, 这些意识和这个社会就已经在教父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的思想中产生了, 与罗马帝国崛起前的希腊社会一样, 后来的基督教欧洲也从未在政治上统一过, 然而,正如希腊社会是一个整体,这并不妨碍欧洲不仅包括许多国家, 而且包括许多民族,已经在精神上联合为一个人类整体, 它至少意味着对西方而言,在人与人结合的两种可能性中, 精神联合不仅可以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甚至可能比政治联合更长久, 假使没有罗马帝国和在罗马帝国内部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会, 也必然没有后来兴起的基督教欧洲, 在这一点上,罗马帝国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基督教会, 还包括欧洲、罗马帝国的后院, 或像基佐所指出的那样, 罗马帝国虽然衰亡, 但仍将新盛的因素留给欧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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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